理财APP 好 武汉肺炎疫情还没有平息 大陆防疫升级 台湾大厂呢 心里很着急 却只能慢慢来 鸿海事件齐发 电子五哥产能也没有办法全开 台场拼复工的现况如何呢 我们今天连线访问 金周刊自身记者黄伟轩 伟轩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看周刊 说鸿海为了防疫是事件齐发 第一支件和生活有关 听说连用餐怎么做都有规定 是不是 是 没错 就是我们这一次 就是采访一些知情 就是内部的一些员工 向我们透露 就是说鸿海这一次 其实他算是这个防疫 算是这个全面的动员的这种状态 那首先就是他 我们大概初步分成事件 那第一次就是说 他整个是在这个生活方面 他是采信这种所谓 接近这种军事化的这种高规格 这种管理 那比如说据我们这边了解 就是说鸿海内部有 推出所谓的类似 他们叫做所谓的两点一线 还有这种所谓的孤独方案 那什么叫做两点一线 其实就是他们希望能够 主要两点一线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比如说 员工从这个宿舍 到这个厂房 他们是希望是说 他能够直接就是 这个路线上就是这样 就是一条线的关系 就是说他不要 中间可能又绕去其他 可能人群聚集 比较多的其他的厂区这样子 那如果延伸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包含像是 这种一动餐的时候 他们鸿海有规定说 现在只能一桌 只能做一个人 而且他们全部都要 员工都只能面向 同一个方向 面向北方做这样子 那也是避免说 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群聚的 这种感染的问题 对那刚刚 那另外的话 是所谓的孤独方案是说 也是一样就是说 他们是希望能够 尽可能这样子用 人群聚集的密度 那什么叫孤独方案 就是比如说 他们会要求说 然后还要求说 一间宿舍可能最多 就是住两个人 那原则上的话 就是住一个人为主这样子 那以前可能很多 这种内部的这种员工 他们可能中午休息什么的 他们会出去 就是一群人 可能就出去 起厨厂用餐 那这个现在基本上 这个鸿海一直不一定说 是不行的 对那上班的话 也要分别经常 是要控制这个人员 这个流动的这种 就是在空间这种 活动的这种密度 那就是尽可能 要把这个感染风险 上到最低 是所以采取这种 孤独方案两点一线 甚至有点像军事化管理 希望把这个疫情的风险 降到最低 其实为了落实防疫 鸿海还有第二支箭 我看上面写的第二支箭 是防疫卫教 包括线上 包括线下双轨进行 是不是请伟轩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进行呢 是就是刚刚提到 这个第一支箭 那第二支箭的部分 其实就是说 鸿海他其实在这个 线上线市啊 他都有推出这个 针对这个防疫卫教的 这种相关的这种宣导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 鸿海其他内部 他们这个员工本身 他们有使用一个 算是他们包含 日常的这种公务交流 或是社交 他们内部有一个叫做 相信APP的一个 应用的一个软体平台 对那员工就是日常 可能就是工作上 什么事情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流 那就是在这次 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他这个APP 基本上就会有各种 这种针对这种 防疫相关的宣导啊 那包含就是说 这个针对就是这种 可能来自疫区的这种 要返厂的这种人员 他们这个APP 现在也都会有 每天都会定时的 发送这个员工的 他们叫员工排查文卷 那员工都要按 都要按规定上去填 那如果你不填的话 到时候要进厂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进厂 对那另外的话 就是说 他要确保说 这个员工 他在这个防疫知识的 就是能够有 基本的这种防疫知识 和观念 所以其实 他们又要求说 在这个 就是有针对全部员工 有实行这个防疫测验的 这个考试 对那 要通过考试 才能够进场吗 是这样子 那 对 我知道鸿海第三支箭 是严格筛选 进场员工 他们怎么筛选呢 是 就是 这部分就是 我们有跟一位 那部员工聊 然后他有提到 是说 他是在2月7号的时候 他就是会有收到 这个公司发的 这个他们说 就是说 通知说 您可以去 可以去考试了 这样子 对那 就是说 他们其实在 刚提到这个 这个平台上面 他其实也有提供 很多相关的 这个 就是有一些题库 可以让你去 事先去练习 那就是说 你自己稍微练了一下之后 当然 然后他 他那个时间 他是说通知你去考试 但是没有要求 你一定 目前没有要求 你一定要在什么时间 完成这个考试 就是说 你至少要在翻唱前 要把这个考试给通过 那通过之后 他这个公司 才会提报你为 合格人员的名单 那你到时候进场的时候 你这个刷卡 等等 才会 就是才能够 获得这个 所谓的入场权钱 这样 是 好 其实防疫物资 是大家都需要的 鸿海的第四支建 和防疫物资有关 而防疫物资很重要 就是口罩 他们现在自己 也生产口罩 对不对 是 是 就我们了解 因为就是鸿海 大概前几天 这个投入出来的讯息 是说 他们这个在 这个深圳农花厂区 其实已经有自己 新建的口罩工厂 那目前目标是说 希望是在二月底 三月初的时候 能够制造生产 这个日生产 这两百万片 对 那就我们目前 最新掌握 大概昨天掌握了 一个消息是说 目前大概鸿海 初步是开出 大概四到六条的 生产线 那因为是说 目前这个受限于 这个周边的 因为相关的 这种原料供应商 他们可能也都面临 这种不公难的 不公还不确定的 这种状态 所以就是说 这个产能 目前只有初步 开出了一些 但是就是要到 这个到 可能就是要具体 就是要整个产能 接近全开 可能就真的是 要到越底 或者三月初的事情 所以也和大陆那边 有关呢 是规定说 如果要复工的话 一定要戴口罩是吗 是是是 没错 对 所以这也是 其实现在很多 就是我们这次访问的 很多的这种台商 他们的一个忧虑 就是说 其实这个口罩 要被阻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 特别是那个 可能员工人数 非常多的台厂 其实台厂 他们一定很想复工 可是听说要复工 也不是那么容易 主要就是政府 有差别待遇 到底是怎么样 差别待遇 要符合什么条件 才能复工呢 是 就是这次我们也有台商 跟我们反映到 就是说其实 就是政府他 中国官方 他们其实 在这次的复工上 他首先针对那些 所谓的这种重要的 这种国际的 重要对这种民众 利益攸关的这种 所谓的相对的企业 特别是关于民生物 这种企业 他这种是会率先 有先争取复工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那些针对那些 可能他们这个员工 来自这个重点医区的人员 需要少于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有例子的话 我们就这次 有问到一下杭州的 比如说杭州的 这个官方他们的说法 是说大概要少于 制造少于大概三分之一 对那只有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情况的企业 才能够有先复工 那如果没有满足的话 可能就我们这次 访问到的有的企业是说 有的政府的要求是说 可能要到2月20号以后 你才能够提出 所有的复工申请 我们来看这个台湾厂商 像电子五哥 广达合硕这些 他即使2月10号如期开工 产能还是没有办法全开 原因在哪里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像这个大厂 他们虽然本身有一个 自由的这个库存 备料去支应他的生产 但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考量到 这个大厂周边 供应面的问题 大厂就是他们在周边 其实有很多这种 中小行丁固件厂 对那这些中小行丁固件厂 其实现在要复工 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他可能面临各式各样的 这种 不可能是口罩工 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产能 可能可以开除 而且他员工 可能也现在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过年期间其实 虽然很多台商 都会有部分的员工 留在这个厂区 可能没有返乡 所以为了赚加班费 等等的因素 但是这部分 占比的人 相对上是比较低的 所以纵使现在这些 电子哥 他们能够率先复工 其实也只是部分复工 而不是完全复工 所以就是代表说 他们其实整个 灿难的部分 现在相对上 一定多只是开出个 或许开出个 10% 20%等等 那离国所有的这个 完全复工 其实当然还有一段距离 是也有可能说 部分员工也需要隔离 另外原料也是个问题 那科技大厂 可能有些被料 像那些中小型的 领组件厂怎么办 再下去会不会断练 再下去是 这是现在蛮多厂商 蛮多企业组的这个忧虑 因为其实我们也 这次也看到一个 这个是前几天 这个中国他们当地 这个他们的这个 新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他们其实联合做了一个调查 针对 但是主要是针对 这个中国当地的中小企业 然后发现说 这调查其实数据 其实我看到是蛮惊人的 他就是说 其实或是显示说 目前大概有34%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 中小企业组 他们认为 他们这个账上的现金流 能再维持一个月 然后大概33%的这个 企业组表示 能再撑两个月 所以这代表着说 有将近7成的这个 中国的中小企业组 他们这个目前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 疫情的状况在4月上旬 之前仍然没有控制的话 中国有7成的这个企业组 他们的生存状况 可能会中小企业组 生存状况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 甚至有些厂 他是通过复工申请 不敢真的打开工厂大门 因为如果说被查到 员工染病的话 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不过最近听说 大陆为了拼复工 已经改成疾首 员工确诊 也不用再关厂了 所以帮我们会整一下 他这个决策转弯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就我们这边 想要了解 也是说 这个好像 听到是说 这个 特别是习近平 好像又表态 在昨天的时候 有表态是说 因为这个 就是说 好像目前的这个防疫措施 有点过于严格 那 接下来会影响到 他们的经济 对不对 整个经济的表现 对 因为其实现在陆续 也有一些 包含中国的一些 法人 捐商 其实在这两天 都有出去 对这个中国经济的 至少第一季的展望 就出具相对上 是比较一种悲观的预测 就是说我们 就我们这次了解到的 有比如说 甚至预测所第一级的 中国第一级的 经济成长率 会是负的 对 那这算是 就是说 包含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全部 全面停工的话 那工业生产几乎 基本上就是零 那这个民间消费 基本上也都是 也都是处于这种 非常 我们知道这个春节期间 那三年期间通级 特别大 那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因为 很多城市 包含我们知道 深圳啊 广州 深圳的这种 一千大城 其实都处于这种 斑绷成状态 那人民 民众其实也不愿意 出来消费 那天下这种 私底营兽 这种几乎是受到 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那如果这个状况 依旧持续下去 那这个 对这个 就是说 这个防疫的这种措施 仍然是非常严格 它如果就是说 包含这种 限制人员 无资的这种流动 没有进一步放宽的话 那实必会 相当程度的 这种影响了 这个中国 至少上半年的 这个经济成长的表现 是 我们今天看到个消息 就是说 富士康计划在二月底前 恢复在大陆 百分之五十的 生产产能 计划三月份 恢复百分之八十 如果能够 这样恢复的话 其实已经算不错了 因为很多台商 悲观的预期说 如果三月初 让多数的员工 回来抢下集单 下一批订单 又会减少 这怎么算出来的 这怎么算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会觉得 说下一批订单 还会再减少呢 是 因为这部分的话 就是就我们这个了解 它是说 因为 因为就是说 这个销售期短的因素 就是说这次 就是这个台商 向我们透露 是说因为客户 主要是销售 考量这个所谓销售期短 所以客户 不敢提押 这个太多库存 所以准使这一批出货之后 下一批订单 就是说可能 也会是一个减少的状态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 准使可能企业 部分企业主 台商现在这次 可以能够及时的布公 那出货 但是这个面临这个 可能客户那边 相对上 我们比较保守的心态 那基本上库存 他也不愿意 可能进太多的货 那到时候留的太多 留太多库存 所以这势必会影响到 下一批的订单情况 是 好 大家的心态 也变得比较保守 怕卖不掉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帮Nike 这个代工协业的保存 他为了遵守 大陆规定 好像也开不了工 他也担心说会掉单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 武汉肺炎呢 保存他学到一些教训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是 因为我们这次 其实有询问到 这个保存的 甚至高阶的主管 那他是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 就是蔡卑军 他在这个 当时这个10号的 这个内部会议上 其实他就强调是说 第一个是说 他有要求说 保存这个未来 这个自动化的比重 一定要再提升 避免将来做这种 可能疫情的 这种爆发的影响 就是可能让这个员工 没有办法复工的 这种影响 那影响到生产 那另外一块就是说 他现在这个 保存的两大生产基地 就是越南和印尼 因为他目前的 这个路干比例 相当 相当程度 还是算偏高的了 那就是说 这次 这次受到这个疫情 影响很大的 我就是说 他们这个路干 基本上都没有办法 就是春节过后 没有办法从这个 中国回到这个 越南和印尼的情况 那是影响当地 这个复工的情况 这个生产等等的 所以就是他有保存有要求 就是蔡美群有要求是说 就是希望能够积极培养 这个越南和印尼当地的干部 能够提升当地的 这个干部的比例 那减少这种 未来这种中国 疫情在爆发的这种风险 是 所以他们南进政策 其实也有一些些的调整 那受到这个武汉肺炎冲击 是不是有部分台商 已经开始转单回台湾生产呢 根据你的了解 是 这部分的话 据我们了解的话 是有部分业者是有提出说 未来可能有这个计划 但具体的话 大概有多少的比例 这部分我们都还陆续来追踪 这样子 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好 今天非常感谢 金周刊资深记者黄伟轩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伟轩 谢谢主持人 好 拜拜 拜拜